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所讲的传题是中国中古史 那中国中古史的划分差不多是 这个东汉末年 随魏京南北朝一直到宋元时期 那明清到这个清的时期 大概是中国近代史 那有些外国的学者 中外学者把宋以后就当作是近代了 那我们这边随着课本来走 这样才会介绍一下 那这边一开始呢 我们要介绍的就是 他的魏晋南北朝 是这边最重要的一个划分图 这个魏晋南北朝 我先解释一下 三国时期同学很喜欢读三国 故事很多 张飞 赵云 长板坡 沙迪 刘备 三国茅庐 但同学讲实话 基本上考试很少考 同学讲实话 这可能古龙课本 有选一个草船借鉴或什么地方 所以同学基本上 我们这个还是按照课本 跟会考的这个考试的进度来走 那这边我先各位讲一下 那三个最重要的这个朝代 是魏晋 那我们等一下会帮你整理一个 就是他的疆域 跟他的那个建国的先后顺序图 那一开始我先要各位同学强调一点 很重要就是 魏是被曹丕建立的同学 曹丕串东魏 东汉 同学千万要记住 曹丕串的是东汉 而不是什么 而不是这个曹操去串 曹丞相基本上呢 在我们地理上面都变成奸臣的一个概念 跟一个那个描述 打白脸啊 做事情什么奸诈 但同学不要忘记不可否认的是 曹丞相曹操对于安定中国北方 挡住北方的匈奴 是有重要的重大莫大的攻击 安定中国北方 他才能创造后来的这个隋唐时期 有这个按照他的那个攻击所在 当然中间还经过 那个五湖乱华跟东晋 跟东西跟西晋的这个时期 同学千万不要搞错 是曹操的儿子曹丕 串着这个东汉变成了魏 至于说像关老爷关羽 关二哥 或是像或是像这个 这个这个同学都看到什么 张飞呀 张飞在那个张三哥什么的 他们都是属于东汉末年的人 曹操也是 因为当时没有篡位 千万记住 但基本上这个考的几率很少 再来就是刘备 刘备在蜀称帝 同学他不是篡位 他是另外为了延续 刘汉的后代而建议的蜀 在成都即位 那最后这个称帝的是这个孙权 孙权在吴 他无称帝 他的所在的都城 就是后来的建康 当时叫建业 后来因为有个皇帝叫司马业 为了避讳 所以把建业改成了建康 那这个魏京南北朝呢 一开始是这个魏 把蜀给灭掉 灭掉完之后呢 这个魏后来就被司马家 司马 司马义的算 孙子 就是司马岩给篡位 那跟各位介绍一下 司马义其实这个人 在列上面都麻尖成什么 但这个人很难 很难忍耐 因为后来曹家发生一个动乱 就是曹爽的曹爽的动乱 曹爽想叛变 串掉这个曹 这个曹丕 他的这个主族的位 虽然都姓曹 但曹爽觉得 应该自己来做皇帝才对 没有到呢 司马懿当时是曹家的重臣 只是呢 在家里休养 为什么 因为曹操告诉他的儿子曹丕 你不得重用司马 因为曹操看到司马义 英式狼固 这个什么狼固 我先解释一下 就是你身体不动 头腿转压了80度 我们现在看这种情况 说实话 这个情况根本不可能是行 但是这是因为 像素上面很重要 狼吃东西的时候 他怕人家会抢东西 所以狼其实会突然回头 看后面有没有抢他东西 表示司马义多疑 同学 英式在秦始皇 也有这个面相 表示他看出东西 就一定要 只是他当时 不想讲出来而已 像这种人做帝王 最好 为什么呢 英式狼固 他忘恩负义 同学 这个很可怕 那司马懿当时 当时虽然说他骂他 但毕竟他忍了很久 所以曹操动案的时候 他就故意的藏起来 就骗曹操 他已经生重病了 所以曹操后来 不宜有他既叛变 叛变的那天的时候 司马懿就在城墙上 等了曹操 曹操他城墙 城墙底下 打开 叫底下的兵士 叫开城门说 曹将军要回去了 为何不开城门 上面的守将讲说 曹将军你要叛变 我们都知道 不能开城门 曹操很惊奇啊 又惊又气啊 你们怎么知道的 后来兵的后面 转出一个人 就是司马懿 你不是生病了吗 曹操问 司马懿说 你才生病了 谁生病了 拜托真是 那就把曹操自己杀掉了 那不只杀曹操 把所有参与曹操叛叛变的 一些姓曹的 能干的几乎全部杀光 那这点什么意思 我先讲一下 同学 曹司马懿这时候 就为了他的儿子和孙子 这一辈来做准备 所以司马懿能够串 串位变成西晋 建立西晋 其实这一点来说 并无意外 还有同学跟各位讲一个 最重要的概念就是 凡是串位的朝代 不改国都 所以位是串东汉嘛 所以位的国都是洛阳 东汉的国都是洛阳 那洛阳的西晋的国都 也是洛阳 所以同学后来的 五胡乱华的 宫敬的是哪里 宫敬的就是洛阳 同学千万不要搞错 那还有就是这个西晋 西晋后来把蜀灭掉 这中间的过程 同学我这样画 你就 这个就很清楚了 蜀被未灭掉 然后吴就被西晋给灭掉 那西晋灭掉完之后 没想到到了后面的时候 发生了五胡乱华 我听讲我的五胡乱华 怎么发生的就是 当然西晋本身也发生过 八王之乱 我们课本上很少来讲 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就是西晋 就是司马懿的儿子 是晋慧帝 晋慧帝相当的昏庸无能 他老婆很凶 假男风 那晋慧帝最有名的故事 就是什么 就是有一天天下饥荒了 大神问他 皇上啊 他没东西吃怎么办啊 真是 是吗 这个 这个晋慧帝说 没有东西吃 没有饭吃 不会吃肉吗 何不食肉迷 很有名 但后来他转世的同学 他转到谁去了 他转到法国的皇帝 路易十六 路易十六 他老婆 玛丽公主生杀了 那这个玛丽皇后生杀了 就有一天 路易十六 法国大革命的时候 大家饥荒 都没有东西吃 外面妇女拿个法国面包 棒棒棒 就是面包面包面包 旁边 他就问旁边的侍女说 这个外面炒什么东西啊 齐敏皇后 外面没有东西吃了 没有东西 没有 他们说没有面包吃 这个皇后就讲话了 没有面包吃 不会吃蛋糕吗 同学 这跟晋慧帝是一样的 一样的感觉跟道理 他们是昏庸笨吗 绝对不是 为什么 他们没有吃过人间的苦 同学 要吃人间一切苦 才知道 世上一切 原来都是有他的 慈悲的地方 他们不够慈悲 没办法 同学 所以造成了后来的 后来的大家觉得 这个皇帝带的老婆 动不动民间欺负 干脆就发生霸王之乱 那霸王之乱 发生完之后 当然被平定掉 但晋朝的元气大伤 更重要的事情是 晋的北边西门边 其实从未开始就 就有匈奴存在 还有其他四个种族 匈奴 鲜卑 敌 枪 劫 这四个加成 原来的匈奴叫五胡 那这五胡 五胡呢 匈奴就当时 尤其匈奴 当时这个西晋就有人讲话了 我们这匈奴打了半天啊 从汉武帝打到现在 好累 那我们何不把这个南匈奴 因为北匈奴被赶走了嘛 南匈奴给他找 移到长城里面来 又温暖又好 大家一起吃啊喝啊 把他赶化一下 有人说好没问题 那不好的说 这个匈奴 胡姓野姓未改 你把他带进来 会遭到大祸的 他忽然讲对了 但是问题是 当时很多人 好 同学你也知道 人多就对 我们很悲哀的是 是非这个东西啊 有时候在那个当口上 人多就对 一起 就完蛋 同学讲实话 是不是对了 后来看 当然博士对了 但毕竟还前进来了 把南匈奴的 长城里面来之后 一开始进墙的时候还好 进不墙的时候 这南匈奴觉得有机可振的 于是发动最可怕的 就五湖乱滑 那就把那个 就叫勇家之祸 因为是 那个当时的年号叫勇家 把进淮帝跟进敏帝 抓走了同学 那这个当时的西进 就完全的完蛋了 完蛋完之后呢 西进有一只 就是到了司马家 到了东进 那东进原来是从 是东进的地盘 原来是吴过来的 所以吴国 吴本身 后来被西进灭掉完的时候 很多无人不能够接受这一点 我们过得好好的 江东地区啊 孙家什么都很好的 你突然之间 把他们灭掉算了 被北边又这么窝囊的 淘在那边来 你叫我们合作 不要 不要 所以没想到这个东进的 东进当时有一个 有一个很有名的 那个宰相 王 王家 王岛就讲话了 这个我们要跟当地的士族合作 谁呢 就是王家 最大的士族王家合作 所以当时的司马家 虽然不愿意 可是没案法 所以就合作完之后 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话 叫 王与马共天下 那么有小故事 给你们介绍一下 东进 东进的时候有一个 同学也知道 陶渊明跟王羲之 这重要的人物 我叫王羲之 那个王羲之本身 写书法的 这大国手啊 大书法家 就有一次呢 这个王羲之 你还没有 还没有 还没有娶老婆嘛 就有一个小姐 要来这边相亲 结果没想到呢 这个小姐 不敢自己来 就找一个代替人 来这个相亲 那当然不止 王羲之啊 还有其他王家 或是其他的家 公子儿 在那个房间里等着 大家都穿着好的衣服 喷上香 喷上香水 当然当时香水 是用烟熏的 烟熏的衣服 看起来香香的 带个玉 帅哥帅哥的 白面啊 齿红白面 当时很多帅哥的传说啦 一来这边 看到那个 来代替相亲 来说 你好你好 我是什么的 就你看王羲之 王羲之王先生 王大人本身 就在那个窗子旁边 上身一坨 在那边看着鹅 干什么呢 鹅在那边游 看着鹅在什么 在游游的时候 这个鹅 这个鹅这样游 那样书法那样写 完全无视于 这个逝者存在 这逝者一看 这个真男人啊 看到这个男人 在那边游 在那边 无视我的存在 而且看起来 又是这么的伟男子 身材又这么的好 而且又能够 这个神色自若太好了 回去告诉姓王的小姐 有一个 我不知道其他人 怎么样 但我看到一个 这个神色自若上身 就是赤伯的男人 真的是我的好老公 这个时候呢 这个 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小姐就说 我觉得要嫁给他 他就是我真男人 同学讲实话 这个故事到现在 到目前为止 同学 我们讲一个破绽 就是 大家都 这个成员要东床快序 坦富 或坦富东床 其实这个故事 很大的盲点就是 同学记好 王羲之他姓什么 姓王嘛 他都知道 那为什么会找他 同学你不相信的话 你去 相亲的时候 你把裙 不要说全员脱光 你就脱个肚子 这样绕子好了 你看小姐怎么看你 你这个 长成这个样子 就算了 还脱衣服 快那个什么的 这算什么 不要跟你在一起 但是你如果拿出 两栋房子说 我两栋地宝 都给你 我们住在地宝里面 两部法 包 直接法拉利 小姐马上讲说 怎么样 像有个签字 我们忙结婚 一定的 为什么这样 王家嘛 同学有一个 唐朝一个很有名的诗人 叫王允熙 写那个洛世民的诗人 他写过一首诗嘛 那个什么 昔日王谢唐前宴 飞入寻常百姓家 同学为什么 他一定要嫁给王羲之 姓王嘛 世家大族同学 当时是门地社会 靠阶级的 你只要嫁给王家的 走出去都有风啊 同学 所以王羲之今天出算 全程脱光 在那边站着 这样子的话 他一直嫁给他 当然啦 他的书法写得不错 是一定的事情 第二个他姓我 骂同学 千万记住 在那个时代 不是你钱多 是看你姓什么 你的阶级在哪里 才能够让你 才能够让你这个 能够进入 社会阶级的 这个上流社会 上禀武汉文 下禀武士族 这个情况嘛 一路上 佛 我现在就